大五輪公車後車停老舊 民眾要等公車 只要遇到下雨 就會噴得全身都濕 上下車你看 車子靠人行道很近 它一走下來而且又淹水 兩難到底要不要下 是不是 所以請政府幫我們人民著想一下 因為安全問題是第一 而且這個後車停真的 一下雨整個是在淋雨 根本不是在躲雨 或是避風雨的地方 很久了 太久了 已經很遙暗了 而且這個地方也太雜了 經常淹水 也太低了 常常淹水 坑坑巴巴的 走路都不好走 連我們好好的人走路都快跌倒了 不小心都會踢一腳這樣子 大五輪公車站牌 除了是金融市公車必經之路 也是國道客運黃金路線 搬車使用率高 不過公車後車停已經老舊不堪 不僅後車時不方便 民眾上下車遇到積水更是困擾 使用率很高 因為是老舊了 所以見景公車處趕快更新 方便我們這些 到我們地區的百姓裡面 能夠上下車安全 因為最基本上要有一個做的地方 建議公車處就將後車停加大加寬加深這樣子 然後做個椅子讓方便這些長者 能夠上下車的時候方便再使用這樣 市議員林佩翔 鄭凱琳 邀集的禮辦公處 和公車處人員到場會堪 研議將後車停加寬 方便後車民眾遮風避雨 它不但是四條市公車會洗的地方之外 也是我們安樂區 甚至全基隆市最主要的黃金路線 1815跟9026必經的上下班路線 所以佩翔在這邊會 未來會見請市政府盡快的 針對這邊的人行的通行 還有污水的處理 包括下面可能會有積水的狀況 需做進一步的改善 大五輪戰這個因為年久失修 而且有點破損不堪 而且地面都非常的不好走 行駛非常 那個車來往的車量又非常多 所以經過兩位里長的建議 希望把這一個大五輪站的站牌 能夠再往擴增大一點 然後把它更新 讓我們這邊使用的居民 能夠更方便的來後車 現在我們的公車處財政也有點困難 所以在這邊我們安樂區的 我們四位國民黨籍議員 凱琳、佩翔、余生發跟秦真秦議員 我們四位國民黨籍的議員 會努力來爭取經費 將我們的建議經費 來使用在我們今天的大五輪站牌 經過現場會刊 將由安樂區四位議員 林佩翔、鄭凱琳、秦真、吉余三發 爭取林裡建設經費 重建後車停 讓民眾後車空間更舒適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